嗨 我是魏德 歡迎回到小拿市 很想回大廠做這個月子 我看起來真的好熱喔 我們現在在一個非常 民風純樸 富有鄉土民情的一個鄉鎮 它是彰化的海線 我爸爸的故鄉 和美 我以前就是每次暑假 或者是小時候 我都會來和美玩 然後住了好幾個月這樣子 然後我們住在橫裡面 我們不是住在鎮上 三和苑裡面的四和苑 四和苑 你的四和苑有什麼東西啊 四和苑 因為我小時候 都是我哥哥姊姊到我來 這邊吃東西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說 這裡到你很好吃的 厲害的東西 因為小時候太久都忘記了 這次要來泡我就蠻期待的 你有來過和美嗎 沒有 好啦 那就跟我們看下去吧 GO 後面的天光很爛 看到嗎 我們現在吃一間在地人 會吃的一間尖角店 這邊是大蒸水餃 然後我們點了蝦子高麗菜的尖角 我先把這個皮吃掉 它其實很有味道 你看它的蝦一整隻 去腸泥的蝦 感覺很好吃 對啊 它那個蝦肉是緊實的那種 肉跟高麗菜 感覺跟蝦子的比例是一比一 因為我這顆比較可惜 是因為我把它拆開 剛拍裡面 那個 它會流出來 你要整顆咬下去 就會有臉皮吃流出來 我覺得這個不沾起來很好吃 它本身就蠻有味道的 我來吃這個 鮮蝦水餃 剛剛看你吃 我都快流口水了 天啊 它的真的是 它感覺是皮很薄的耶 這裡是不硬的喔 這個很好吃耶 天啊 天啊 你看 我要給觀眾看這個表流多好吃 就是它是噴吃的 很好吃耶 怎麼煎的啊 外脆 然後裡面是嫩的 完全沒有硬掉的感覺 它的肉件是有嚼勁的 咬下去的時候全部都是湯汁喔 我覺得最厲害是它的那個 蝦子的味道很明顯 感覺就是很新鮮 感覺就是今天 然後裡面幫你去好的場面 這件真的 對啊 鮮蝦 起味道想要去場面 我真的是 沾一下它的那個 特製辣醬 它的肉質特製辣醬很不錯 沒有蒜 它的肉質很像是用乾辣椒 加進去辣椒 我只加一點蔥 然後加上它的那個特製醬 我覺得很不錯的 體味很好吃喔 讚 不好熱 不好熱 剛剛那天那麼好吃 都沒有人拍桌了 這間 這樣子感覺應該是非常厲害 很期待 這間是我們阿松拉仔麵的 而且這間沒有一個東西超過三十塊 我們這樣一直能做一百而已 它很有重喔 是這個 辣椒麵 很有味道耶 你看起來好像是 不如期的白色的麵 我跟你說我們要幫這種麵取一個名字 叫做海邊麵 就是它會吸很難 它的醬子做的鹹甜鹹甜 所以它不會膩 然後味道會很剛好 天啊我不知道現在吃什麼 我現在什麼都想吃 我想全部都三十五十塊 已經吃豆皮了 它的豆皮看起來真的超厲害 它超級入味的 它那個豆皮 外面這一盆是有嚼勁 然後裡面軟爪勁 它兩種口感 然後我現在要吃 油豆腐 我覺得比起豆皮啊 油豆腐香蕉之下沒有什麼入味 但吃虧它的豆皮太入味了 它油豆腐的頭髮很好 喊喊的那種 夠碗 超好吃的 它的那個肉味超級香的 它的肉味沒有被那個滷汁的鹹甜味蓋過去 咬下去 外面是滷汁的鹹甜味 裡面是肉的那個香 而且這顆五塊到底這樣怎樣 然後蛋 但香蕉之下沒有什麼入味 它裡面是白的 然後扣肉 它扣肉是另外一鍋 切下去的感覺太脆了吧 快到晚了 我覺得它怎麼樣這麼厚 因為它的那個肥肉自己還要搖搖搖搖搖搖搖 你要吃狗吃嗎 我覺得 我覺得必點的是 麵肉 彎子 這個肉跟湯是 清湯 有點像我們在那個 基隆喝的那種 淡淡的那種味道 吃一個那個肉 它這個是甜的耶 它的湯汁比較走清淡路線 剛好讓你的那個麵配 跟甜食可以甜的 15塊到小吃 這樣子 好吃 我來吃拉仔麵 欸它拉仔麵 拉起來的口感 比我想到中還要再軟Q耶 我以為會脫掉 沒有耶 我放一陣子了 這家王阿松拉仔麵 王阿松應該是他們 阿公的公司 是一間50年的老店 網友跟我說 麵是裡面最多 我是你個拐 很好吃耶 它是鮮甜味 滷汁是有鹹又甜 它裡面應該是有放一些 砂糖之類的 我覺得很好吃耶 然後它麵的勁到很夠 我覺得是Q太勁勁的那一種 然後又不會太硬 很像在吃那種 千層捲一樣 這個很好吃耶 它很像那個 泡在滷汁裡面泡的 200點一樣 吃這個 油豆腐 其實油豆腐也很好 我建議你先吃油豆腐 到底最好吃 我跟妳說這鋒丸 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是 鋒丸它是煮好的 煮好的 煮好的 所以還可以這麼入味 我覺得很厲害 它是每個毛巾龍 都有那個味道 都有入味 我來吃它礦肉 我一直 它是先煎過的 就等於是硬的 有些人喜歡吃這種礦肉 我自己是偏到 吸進去就化開來 然後來吃這肉羹 很扯耶 它肉羹這個肉很鮮 它也很好吃耶 我每一咬一口都好 那個湯都出現 很厲害 最近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如果頻道有一個人 很好笑 它說 五彈的蛋黃照耀 大概一千隻萬呂的乾麵 粒粒分子 豆皮裡的奏合式 多著歷史生涯的痕跡 這個加... 加什麼東西耶 還這麼多人 天啊 超多人耶 這間真的很好吃喔 這間老闆店真的超厲害的 我覺得這次 和美之光 我們現在來去吃冰 吃一間雍伯 雍伯 雍伯啊 我來吃這間雍伯粉果 然後它是開了八十元老店 現在應該是第二代 跟第三代一起在接啦 我也買了粉果 然後加了米苔木 粉粿紅豆 大家猜這一碗多少錢 給大家停了三秒鐘 我覺得很扯 其實這碗這麼大碗 但跟我的手一樣大 然後這一碗這樣只有六十塊而已 真的很扯耶 哇 它這個好Q喔 這個好好吃耶 有些粉粿不知道為什麼會做 像菜葉一樣 這不是貴的 但是這個不是喔 它這個很好吃 而且它米苔木很香 它的米苔木是那種一條的 細細的那一種 然後QQ軟軟的 很好吃耶 不會太甜 會讓你感覺很清爽 在這個夏天吃這個的時候 裡面整個身心裡都得到酥 這樣很好吃耶 很不錯喔 難怪那麼多人來買 它加點翻白眼 好吃到翻白眼 它咬下去的時候 就是那個紅豆香跟綠豆香 然後那個粉圓是那種 小粉圓那一種 吃起來就是QQ軟軟的 好吃 它今天甜起有多熱 它已經濃化 送到應該不到10分鐘 它應該可以加冰嗎 它的米苔木很好吃耶 台中有一間很有名的米苔木 我吃不懂 你怎麼看什麼 通定是別人 它的湯底其實沒有很甜耶 它的米苔木是有吸到那個糖色 你在吸 QQ的 很好吃 它的那個口感真的很好 然後它的那個豆子啊 裡面整個軟綿綿的 然後外面沒有破掉包嗎 它已經吃到一整顆 然後咬下去就是整個那種 刷刷軟軟的那種感覺 這應該一人一碗 它很好吃了 它米苔木真的是 我覺得米苔木最好吃的米苔木 我們現在來吃一家 我期待很久了 你在哪一間是沒有期待的 沒有沒有沒有 這家我真的期待很久 我們在狐狸基 有吃到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東西 香酥鴨 然後這一間是香酥鵝 這就是河美 它有好鵝肉 然後我們點的香酥鴨 因為鵝肉還沒好 很香 其實鴨肉就是這樣 鴨肉本來就是比較瘦一點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 很沒有鵝肉那麼多吃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因為鵝跟鵝白肉這樣 它炸得好香喔 你看外面那層就是酥酥的 然後一咬下去那個肉是紮實的口感 然後很香 本來是這個我心心念念的香酥鴨 結果可惜今天沒有鵝肉 它那個鴨肉炸到非常的脆耶 天啊 這怎麼炸的啊 很厲害耶 平常有人說就是店家比較 沒有禮貌的大小時候 沒有耶 他們就是很親切的老闆 好好吃耶 真的也很沒有咬 剛剛進我嘴巴裡面 我聽到很多小鴨子要給我爆發 很好吃耶 鴨肉其實還蠻均勻的 他們說快點吃我 胖胖胖 太餓了 它皮已經炸到就是完全酥掉了 大家仔細看喔 看它特色 哇好好吃喔 這個好好吃喔 我覺得它的蒜香啊 它感覺那個是多了一層風味 不會讓整個肉變得很刺激這樣子 對 而且它蒜頭那個香味 揮發的讓那個鴨香更自然一點 有酥香 鴨香 蒜頭香 很好吃讚 然後我們還要點這個 新肝一起賣的 附了它獨門的醬汁不知道什麼 我來吃量看 我跟妳說這是利美鵝肉等級 真的喔 真的喔 這是很高的評價 真的是很高的評價 它的鴨身是脆軟的 它那個肝啊 因為肝很濃就是會有腥味 它沒有腥味 然後它的腥很好吃 而且妳來要點心肝啊 這麼大一盤一百塊 妳都快了一百塊 然後底下有湯汁很好吃 我覺得這沒有人氣了好不好 蒸 蒸 喔 就是我喜歡的蒸啊 對啊很好吃對不對 我小時候吃到的蒸都這樣 好好吃喔 而且木蘇利梅喔 它的肝是整個超級軟嫩 然後一點都沒有粉 然後一點都沒有濕 沒有心肝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妳快拿這麼久也很厲害 好了嗎 這盤還沒有吃完之前都還沒好 幾乎在這個市場上都沒倒來倒去 對啊其實每間店之間 大概都是什麼 連辦公室 三百公室 但是這個天氣 太熱了 吃肉食就會食用 這樣減肥嗎 吃那麼多 如果有一點汗就會減肥 我冷就消失了 我就不會那麼燙 好嗎 唉唷 我們去吃吧 我們要去吃一間肉羹 這間是蟹季瓜包花枝肉羹 然後我們點的花枝肉羹40塊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 它那花枝的滿滿都是料 對 而且裡面還有蛤蟆 我們每人全部都是吃三家 跟我們早上吃的那個 拉麵肉羹 比起來這個吃比較稠一點 對 然後料也很多 它沒有太甜厚 但是它還蠻夠味 它是鹹的 肉羹 它的那個肉羹啊 它外面那一層粉過的 稍微比較厚一點 它這裡面還是有肉 兩件像的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喜歡吃輕一點的羹 就是早上那天吃 你喜歡吃稠一點的羹 就是這一個 我整個兩天都吃 加起來五十五塊 我覺得都吃就對了 我們剛剛加了兩條麵的醋 加醋味道就更好 好嗎 這邊嗎 我猜它它的肉羹 是就是整個丟進去那個盆 裡面隨便拿一拿就拿進去 因為你看這一塊 沒受了粉的感覺 然後我剛剛吃到的那個 是整塊就裹到粉 它這塊就是完全沒有裹到粉 看你運氣 那碗花枝肉羹看起來就很厲害 好吃耶 而且我喜歡它那個 加那個醋之後的那個 清爽感 難怪那麼多人喜歡吃羹 然後加很不醋這樣子 這個是花枝 對 用花枝 它花枝是真材實料 一個花枝 然後上面裹了一點點粉 這樣子好吃耶 然後它的羹啊 雖然是醋的 醋味而不膩 不過讓你覺得羹很像鼻涕一樣 來 老闆推薦的豆花 對 肉根店老闆推薦的豆花 好多人喔 現在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好誇張喔 他一直說為了有來過 然後為了鋼琴 他還不是來過肉絲 他說是有來過 他有來過 這算是有 我沒有來過 好 我們來吃一間豆花吧 這間是絲豆花專賣店 它的感覺好像是怎麼推推車的 對啊 這又是你小時候 會有阿嬤推著推車 然後用那個廣播器 一直含婚姨的那個味道 口感也對了 糖水的甜度也對了 看那個粉圓就是Q軟Q軟的 它是黑糖的 會有多一個黑糖香氣 甜味夠 但不會太甜 大概那個剛剛好的五界點 很好喝欸 這個真的很好喝 討厭捏 他給我彈回去 好 這碗是豆花 然後我點的是Q圓湯圓豆花 我在想它的Q圓 不知道是不是脆圓 希望它有加紅沙 它是這種的 它的Q圓就是QQ辣 然後湯圓就是湯圓 講了一句廢話 它的豆花是這種綿密的豆花 它的湯圓很好吃 因為它的切面很平整 很好吃 越咬越香的那個糯米味 然後那個Q圓啊 我剛剛期待的是紅沙淬圓 很可惜不是 拜託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絕對不會去檢舉那間店 我一定去把它吃爆 真的 它很QQ 真的很Q欸 它那個粉圓是軟Q 它這個是Q彈 就是看你喜歡哪種口感 我自己是更喜歡那個粉圓蛋 我來吃這個粉圓冰 每個人人手一杯喔 我看每個人就是帶個兩三杯 都是很普通的事情 對 所以我也要吃 它這個粉圓冰它的粉圓 是大顆的粉圓 它是大粉圓 然後小粉圓的口感 我都想要唱紅豆 大紅豆那首歌了 它真的很好吃 喝了會趣味的那種 對 沒有粉圓 它是甜而不膩 華中帶順Q中帶軟 很好喝的那個粉圓冰欸 難怪你會那麼喜歡 讚 然後我來吃這個豆花 我要一口滿足我所有的感受 好好吃喔 其實是我以前小時候常吃到的粉圓冰 那個就沒有粉圓 那是超圓 超圓 超圓很讚啊 有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而且它裡面有加那個什麼 有些小時候很愛吃的那種 就是彩色的這種 對 我覺得它的豆花是綿密的那種 而且是綿到就是 你一吃下去它就化開了 都有跟店老闆接受的 真的很讚 這一碗是老闆招待特條 老闆說裡面是加杏仁 是杏仁 杏仁在哪裡 杏仁薑嗎 好 它這個是杏仁豆花 這個是杏仁 這個是杏仁 對 然後這個是豆花 兩種不同的口感 吃起來口感還不錯 是那種滑順的 它滑進去之後 口中裡面就不見了 我們剛在拍片的時候 有個阿伯突然 泡進我們說 我們在吃什麼 我們講說是 何美貴人 還好不是 而且是對面的人阿伯 還可能就姓師啊 大家真的可以說是豆花專門店 他把豆花做到一個 我吃過的極致的 算是蠻好吃的一個豆花店 很讚 然後料也很好吃 讚讚 今天我們還是有三個人出來拍結尾 這個芒芒是融會 融會現在是縮小版的 我們今天就是縮到東西都吃完了 對啊 好飽喔 好飽喔 我覺得這個天氣我們很好吃 有兩個是麵食主食類的 拉仔麵的麵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很可惜 我沒有吃到芒芒 對 豬米竟然賣完 對啊 快10點沒了 我們11點多去 對 沒了 然後今天吃到的雍波的粉果很好吃 我也喜歡米台木 我覺得米台木是最好吃的 對 米台木也很好吃 然後這個獅家豆花專門店也很好吃 我們今天基本上就是在河美的菜市場周遭 我們以前小時候都叫做這裡叫做河米雞 我今天來到河美 我就有感受到這裡的親切了 喜歡你的影片幫我們按讚 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